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安徽省淮南市的寿县是肥水之战的古战场 又是中国豆腐的发祥地 在寿县有一位村医叫张世彪 古道热厂 医德破家 当地的村民们一提到他都交口称赞 而2016年的6月 他家里却突然来了几位警察 说他是一个受害者 张世彪一脸困惑 自己好端端的怎么就成了受害者呢 张世彪是个老共产党员 擅长治疗精神疾病 经常为贫困乡亲减免医疗费用 所以室内挂满了村民们送来的锦旗 张世彪说他没做过违法乱纪的事 也没被蒙骗过 怎么就成了受害者呢 然而警察却坚持说他被骗了 是因为他参加了一个叫做民族资产解冻的项目 这件事还要从几天前说起 那时腾讯公司接到了用户的举报 说发现有人在微信群里搞诈骗活动 说就是在网上有人利用这种民族资产解冻 和这种精准慈善的名义 事实上来从事这个诈骗活动 合适以后我们也非常重视 然后就把这个情况向公安机关做了一个举报 公安部门接到腾讯公司的举报后 马上进行了调查 在这个微信群内开展这个什么所谓的精确扶贫项目 承诺可以这个缴纳一定的这个费费 会有大量的散款 但是资金呢就一直没有这个人获得过这个散款 警方初步调查发现 这一诈骗行为的受害群众 仅有据可查的就已经达到了三万多人 这立刻引起了公安部的高度重视 随即只是对诈骗案件具有丰富侦破经验的 安徽省淮南市公安局进行侦破 淮南警方马上开始联系这些受害者 但让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很多受害者竟然对警察的调查完全不配合 刚开始我们是通过电话先跟他联系 刚关完电话 待会我们到了地方之后再给他打电话之后就关机 无奈警方便根据地址上门寻找这些受害人 然后我们到他的住宿去找他 人就走了 即使有的人被我们堵到他也拒不承认 受害者们拒绝接受调查 让侦察员们手足无措 直到他们找到了张世彪 然而当侦察员问起他受骗的情况时 张世彪却仍然告诉警方自己并不是受害者 就在这时警察忽然发现 他又加入了一个类似的民族资产解冻项目 这还有趣 有 这些都是骗人的 你怎么还能相信来 这个现在我们为什么现在要参加这个呢 就要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学习 教育归教育 但是这个东西是骗人的 他让你交钱 这玩意儿就是十几块钱 你就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了吗 对 你知不知道这些钱交给谁吧 我就是这样想的 如果是死人捐钱 他将会受到法律制裁 如果交到国库 按照说许库 那我就只愿国家建设 能够有死人在群里面交的钱 怎么可能能交到国家 那是有组织系统的 什么组织 国家什么时候会有组织 有系统的 就在微信群里就这样公开的弄了 不可能的 那我是怎么扔的 张世彪说 他加入的这个项目 叫中国梦爱心集团基金会 只要交一千元 就能得到六十万元的回报 正说着 他的手机响了 来电话的 正是拉他进入这个项目的微信群群主 在免提状态 当着警察的面 张世彪接了电话 喂 老师你好 哎 我发给你一个 说你这个那么难 你转着天 天到国家 叫到国务院去 叫到国务院去 对 叫到国务院 安慰基金会 什么时候挂牌啊 就是大概都在四月中心左右 四月份挂牌 有什么根据啊 马上让我让你去 你 和这个 碰到没 跟你讲 他又怎么知道的 他又什么根据呢 正当群主顾左右而言 他的时候 又一个电话打了进来 来电的是这个项目的另外一个小头目 于是张世彪又接起了他的电话 张大哥 你好 你把你的这个 就是这个教育 先交过来请了 我想请问你啊 中文王梦 爱心集团 基金会 都说很好 活在哪里 那么 那么超线电币呢 他是因为我们这个 发上网的老人嘛 他就说 你买的这个电币 你就是爱国 是不是 这个电币本来 掉六千八一枚的 然后呢 我们他 都老了 就是这个老人 发上网的老人 就给我们交掉了 五千八 直接交给国务 然后我们每个人 只付一千块钱 然后他能够这个老人还奖励 就是说还给这个爱国人 是奖励60万的这个安家会 具体的事情我们不能公布 因为现在还属于保密 一定要持清 不能做的太完整 作为拉张士彪进入项目的群主 却对自己的项目也说不清楚 而另一个小头目则是故弄玄虚 侦察员一听就是骗局 可张士彪却说 由于几乎把所有的钱 都用在民族大业项目上了 实在拿不出一千块钱 去投这个中国梦爱心集团基金会 但是只要有钱 他一定还会投 我没有钱 我有钱我绝对交 而张士彪的女友小丁说 张士彪之所以愿意 当着警察的面接这些电话 其实背后还有原因 说给你们听的 你们不相信啊 看来张士彪竟然还想说服警察 相信并理解他们的民族大业 这让侦察员们真的感到呼啸不得 根据警方的调查 这起诈骗案三万多名受害者中 没有一个受害人向警方报案 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骗局 能让受骗者深信不疑 甚至拒绝配合警方的调查呢 根据侦察员的调查 张士彪被诈骗起源于他加入了一个微信群 这个群的名字叫做武当山北京慈善总群 经过询问 张士彪向警察讲述了他进入这个群的经过 这个群的群主叫石绍峰 他在这个群里说的都是跟民族资产解冻有关的 所谓民族大业 据组织者说民族资产就是中国历朝历代 为复辟而在海外留下的数以兆亿元的巨额资产 如今这些资产就要解冻 并且以各种项目的形式发放给加入的人 这是一段他们在微信群里发布的语音 将有一大笔资产落到疫情正能正量 有勇气这样人的手里 那么他说的这一大笔财富是已经存在的 那么他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批民族资产 微信群里说解冻这笔民族资产 也是需要解冻费或者说启动资金的 但只要交很少的钱就可以加入相关的项目 并得到巨额回报 这个群里面推销了许多民族大业项目 仅张世彪就加入了十几个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三明城项目和巨龙国际项目 还有这么多证件要寄啊 这些人正在制作的就是所谓三明城的会员证 三明城项目宣称 每个人只要缴纳1100元报名费 就能拿到会员证成为他们的会员 等中国流失在海外48个国家的巨额财产解冻后 每个会员都会得到一大笔善款以及一些特权 他们宣扬的这个特权呢 就包括像什么建官大三级 坐飞机只要一块钱等等 而巨龙国际项目分为3600元和1万元两个档次 3600元项目也称A计划 投资3600元就可以得到 从美国花旗银行解冻的1000万元人民币 南宁市住房一套 红旗H7轿车一辆 每个月还会得到15000元生活费 他们还针对AB两个计划 分别给加入的人发放了代表大量财富的所谓金卡 刚才他们展示的金卡属于B计划 就是只要投资1万元就可以得到现金1000万人民币 海景别墅一套 红旗H7轿车一辆 一万股巨龙公司的原始股票 美国住房一套 每个月可获得国务院部级津贴24000元 给你的钱是干嘛的呢 是让你为了实现中国梦 打造7亿中产基金 为保护中国的经济长城 保护总小企业 集资外货 购买国货 目的就在这 张世彪在这两个项目上就投入了25000多元 加上他投入的其他民族大业项目 总共花费了十几万元 其实张世彪并不是一个有钱人 当年为给妻子治病 他借了许多钱 却仍没能留住妻子的性命 如今他还欠着100多万元的外债 现在那个钱我一分钱都没还 利息我都没还 我只想在这里投资这个平台 以后能不就是全部都还掉了吗 只投入相对不多的钱 就可以得到成百上千万元的回报 这会是真的吗 群里对此的说法是 这些项目都是由国家领导人出面批准的 我没有一定要听得懂党的话 那么他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批民族资产 他们还在群里发布了许多国家红头文件 盖着国务院以及各个部委的印章 甚至还公布了许多国家领导人和项目负责人握手 谈工作的照片 张世彪如今已经找了新的女友 家里本来就没有什么闲钱了 还要投入这么多钱加入项目 他的女友小丁非常不理解 然而张世彪却极力劝说小丁来这个群看看再下结论 甚至还希望小丁也加入进来 进群以后小丁发现 这个群里每天早上都要升国旗奏国歌 伴随着国歌声 群主要求成员们安静肃穆 停下手中的工作 向国旗敬礼 一旦发现有人在这段时间里发出其他言论 就会被警告 再三违反就会被踢出群 接下来群里的成员们会纷纷转发许多 具有正能量的文章链接 慢慢的小丁被群里高涨的爱国热情打动了 他的想法开始有了变化 小丁不仅加入了这些项目 还由于表现积极成为了50个项目的统计员 负责把新成员交上来的报名费统计入账 并交给群主 经过几次三番的沟通 警方又找到了另一位加入三民城项目的人 司机老张 老张是安徽人 50多岁 给单位开车二三十年 走南闯北 见过大十年 老张说当时是一个朋友给他介绍的这个项目 民族资产 给你想应的钱 不过呢 每个人必须要报名 你要缴报名费 老张的朋友说 这笔民族资产是由一个老人秘密看守的 如今 在一位国家领导人的指示下 要把这笔钱发放给加入项目的人 听了朋友的话 老张决定去项目组那里亲自去考察一下 我还上楼了 昨天底上去的 然后看了 也就叫各个办公室 都有 非常好 没想到在那里 他见到了那位老人 老人反正拔出去了吧 带我们去 这个人呢 就讲呢 碰到老人了 打人找活 不要问太多的事情 接着 老张的眼睛亮了 因为一个年轻人向他走了过来 像这个呢 是我们中央那边一个干部 是他弟弟 他们导致他那个 中央那个店他博 有个接拼 确实他找的有点像 就这样 老张彻底相信这是真的了 于是 先后花了十多万 给自己和家人朋友 投入了这个项目 不想搞两个钱吗 张世彪 小丁和老张 都认为自己没有受骗 经过初步调查 全国还有数万名受骗群众 而这些人 无一例外的 全都没有向公安机关报国案 这种现象 让淮南公安感到十分惊讶 其实 这种骗局 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有了 并不新鲜 只不过现在穿上了互联网 微信群新的外衣 迷惑性更强了 利用了实施政治 这个冒用了国家机关 围造国家机关的这个文件 冒用领导人的名誉 这个就是欺骗性 很强 这种新瓶装舅舅的诈骗方式 有着传播速度快 覆盖范围广 迷惑性极强的特点 必须尽快进行侦破 并提醒受骗者 及早醒悟 提示广大群众不要上当 由于民族资产解冻骗局中设计数十个项目 为了集中力量 警方决定以最具代表性的三民城和巨龙国际项目为主攻对象 经过近两个月的细致侦查 警察发现 他们这个群以外还有群 不同的群把钱交给群主之后 再由各自的群主把钱交给上级群 这样一层层垒出一个金字塔的结构 同时侦查员又试图根据群成员与群主的通话信息 寻找到民族资产解冻骗局的组织者 通过张词标准一块 然后沉沉的对他这个信息流跟资金流 沉沉的往上去筛选 去查 不久他们发现 在巨龙国际项目中最高层级的群里 一个微信名叫方舟的女人十分活跃 群里的好朋友们 大家真的是太有福气了 然后也是非常的荣幸 方舟老师来到了咱们这个集里 他对这个巨龙公司的一些情况 那是相当的有发言前了 所以说我们大家真的好幸福 群里的朋友 大家现在好 我希望我的分享 能够就是帮助您 更好的了解巨龙公司 经过摸牌 警方掌握了他的基本情况 方舟的真名叫王延华 四十多岁 天津人 他所做的工作 尤其引起了侦查员的兴趣 常年在外跑这个大业 然后之前是做传销的 通过对高级群成员的身份调查 警方发现他们大部分都干过传销 而全国四万多名受骗者 之所以都像张世彪一样 坚信自己不是受害者 似乎都与这些骗局的组织者 使用了传销的洗脑方法 控制了他们的思想有关 而这个王英华 在群里的煽动力和蛊惑力 都比较强 我想我们所有进来的嘉宾 包括王总 都和我一样有一种感动 那么我们用这么短的时间 我们能够这样的和谐 这样的融洽 那么里面也有一个精神 在支撑着我们 就像我们刚才喊的口号 我们热爱我们的祖国 热爱我们美大的党 热爱我们的居住公司 在这里能够实现 我们真正的人生梦想 这一个美大的梦想 让我们才有这样的民主力 对不对 对 那么他会不会就是 这个项目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呢 其实判断一个人 是否是诈骗集团的头目 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标准 就看他是否是 整个骗局的最终获利者 资金流水 最终流向了王英华 种种迹象表明 这个王英华 应该就是巨龙国际项目的组织者 警方随即把他列入了一号抓捕对象 并计划在抓捕他的同时 将领导层的其他成员一并逮捕 那么这个王英华到底在哪里呢 结合他的家庭关系 他的社会关系 出行记录 还有一些视频分析 综合分析 最终侦察员确定王英华 应该在广西南宁 淮南公安立刻派出抓捕组赶到了那里 巨龙国际秘密召开内部健保大会 只要通过这个 阳光出来 上面是会显出来这个新文字 200亿 令人人均不禁 射片集团又开启了表彰大会 就在抓捕小组对巨龙国际项目 进行侦察布控的时候 另一组侦察员也对三民城项目 开展了秘密调查 三民城项目的传播方式 和巨龙国际大同小异 警方同样利用资金流和信息流的手段 进行侦察 发现一个叫黄志军的人 应该就是这个项目的组织者 能走进这个平台 真的是上辈子修来的福 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大业 是千秋大业 是千秋的伟业 这个在微信群里宣传民族大业的人 就是黄志军 黄志军之前是一直在做传销项目 后来也是去年30月份之后 开始接触这个三民城项目 专案组随即也派出一组侦察员 到福建莆田 准备对黄志军进行抓捕 由于此案嫌疑人之间通过微信联系 稍有风吹草动 其他成员就会闻风而逃 所以专案组决定 对黄志军和黄志军和黄英华 以及相关团伙的其他领导层成员 同时进行抓捕 对黄英华及其同伙进行抓捕的小组 接到命令后 立刻开始了行动 此刻 根据侦察 警方认为黄英华和同伙们 应该是在一个大酒店内开会 开一个表彰大会 他们聚龙集团 就是黄英华主持召开的 到了现场 侦察员们才发现 来参与这个聚会的人数 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预期的规模 在会场里面 全部设有迎兵 都排队有序警场 这个体现出来 他们有一定的主持性 一个会是当时我们大致 大致统计了一样 有四百多人 为了防止黄英华在聚会过程中 趁乱脱离警方实现 侦察员化妆成服务员 混进了会场 会场中 氛围异常热烈 每个领导人一发言 下面都欢呼 然后都把鼓掌 然后没讲一段话 下面都喊口号 什么什么万岁 什么的都有 而根据调查 这些参加会议的人 除了王英华以外 都是巨龙国际的小头目 有讲师 有这个平时 有这个什么群组 对吧 还有上面的各个领导 会议结束后 所有的会员 却都并没有走 原来他们还要继续 开一个健保大会 他们所鉴定的保 就是传说中的民族资产 也就是中国历朝历代 秘密留下来 用以复辟的奇珍异保 都是他的皇家的后代 秘留下来的东西 他是按照目前已经准备发放上款了 才拿出这批真正的东西出来给大家看 连银行 专用金版都拿出来了 外企银行的营业执照也都拿出来了 大家都可以看到了 刚才是吗 老妈子的三书业执 用乌军做的也都拿出来给大家看了 你看 那个外院单拿在这里 乌军的三书业执都拿出来给大家看了 所以司机已到 准备放款 希望大家回去大胆一点 可以投单参与 这种金属卡片 也是他们展示的所谓的宝贝 共有两种 聚龙国际宣称 他们分别代表了9000万元和1000万元人民币 在王总 也就是王英华的提示下 得到他的会员还录制了感恩视频 用以在微信群中进行宣传 感恩王总 王总已经把 全天的金卡给我了 非常感恩 感恩 我在会 不欠努力 我生是纪龙原 一万年也是纪龙原 散会以后 警方拦住了王英华的车 将他逮捕 而就在侦察员们打开王英华汽车后备箱时 大量所谓的金银财宝出现了 这边是我们收缴过来的犯罪嫌疑 称之为宝箱 他们就是利用这里面的这些道具 来向普通老百姓宣传 这个民族资产是真实存在的 这些宝箱里面的东西都是 用前朝民国及其以前的这些东西 让人感觉是这种可能性 比如说像这个 这个美 就是说拿着这个东西 就可以到美国花旗银行 去兑换五千万美元 这很明显是一个骗局 再比如说这个 这个是他们所谓的白皮书 民族资产的白皮书 说明民族资产的来源分布 以及构成情况 这打开看 上面是没有任何文字的 给人一种感觉无字天数的感觉 但实际上只要通过这个蓝光出来 上面是会显出来这些文字 两百亿 这只是一个 后面每一个都是 这个是五十亿 这个就更多了 而另一路侦察员 经过对黄志军的调查 发现他用三名城会员 交上来的钱 给自己购买了一辆 价值百万元左右的 奔驰S级轿车 警方以车找人 黄志军悬起落网 这个试图站起来的人 就是黄志军 警方将黄志军和王英华 这两个项目的头目带了回去 立即开始了审讯 然而让警方没想到的是 审讯之后 他们就发现 这个案件远远没有结束 其实我们都知道 被这种方式欺骗 背后的原因就是一个摊字 总以为可以以小的代价 获得巨额利益 从而上当受骗 可是这种骗局 为什么能从上个世纪 一直延续到今天 仍然还屡屡得逞 并且还变本加厉 使越来越多的人上当 这背后的原因 值得我们深思 而对于公安机关来说 能让受骗者彻底醒悟 最好的方式 就是把诈骗团伙一网打尽 让他们的罪行 大白于天下 而主要嫌疑人王英华 和黄志军的背后 还有什么秘密 明天同一时间 请您收看节目的下集